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来拆箱两个厨房的用品 一个是这个 这一个烤箱 然后还有一个是空气炸锅 这个气炸锅呢是菲利普的 然后是这个粉色的 我一直挺想要买一个气炸锅的 然后这一次终于买了 这一个蒸烤箱是Toshiba的 我们家之前有一个烤箱 但是它好像最近坏了 所以就又买了一个新的来试试看 那我们先来开这一个气炸锅 里面这个应该是一本食谱吧 然后一个这个网 这是一个碟子 感觉还蛮好看的耶 这个粉色 它就是一个这种粉色的 我觉得很好看 我完全就是因为它的颜值 所以才买它的 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这个也是食谱耶 这个容量我觉得不算太大 整一个机器感觉还挺小巧的 等我研究一下 然后看一下怎么用 应该是蛮简单的吧 非常的期待 我又多了一个这种粉色的家电 我很喜欢 这里呢它还送我两样东西 我也来拆开看一下 哦 这是一个 Le Croissette的这个碟子 很好看耶 这个也是粉色的 有樱花的形状 然后另外还有送了一个 这个菲利普的 这个应该也是气炸锅的一个配件吧 然后它里面还有这种 cupcake的小纸杯 这个应该是可以用来烘焙用的 我猜哦 那这个就拆箱完毕了 现在来拆下一个这个烤箱 上面首先是很多的说明书 然后呢是一个这个烤盘 这里是一个烤盘 然后它其实真的不大 因为我们家的厨房 也放不了太大的烤箱 所以就想找一个这种 比较小巧一点的烤放一点 然后它里面是有两层的 这两层都可以放这个烤盘进去 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家里 摆不了大烤箱的 因为它的设计 我觉得是非常的紧凑 很好看 然后里面的容量不算太大 但是我觉得小家庭用的话 应该是绝对足够了的 烤个蛋糕呀 烤只鸡什么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今天的开箱就开到这里 单从尺寸和外观来看呢 我都非常的喜欢 具体的性能怎样 还要试试才知道 等我试了之后 再来跟大家反馈 空气炸锅的使用 真的超级简单 第一步取出栅栏 第二步放入食物 我习惯在放入食物之前 先铺一张油纸 这样子的话 之后会比较容易清洁 设定温度和时间 然后就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 它的顶部还有标识 一些基本食物的设定 比方说解冻就是180度 然后14到18分钟 然后鸡腿呢 就是180度 然后14到24分钟 鱼类200度 10到18分钟 诸如此类 只需要设定温度和时间 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美味的食物了 下面来试用一下这个烤箱 它的操作也非常的方便 就只用旋转这个旋钮 然后设定时间和温度就可以了 它是蒸烤一体的 除了烤箱的功能 在底盘这里加上水之后呢 它还可以用来蒸东西 好 不用摇取烤箱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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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